腾讯体育8月11日 申花本赛季想拿到一张亚冠资格入场圈已经希望不大 不过两队之间的恩怨 申花会主机上岗 让同城死敌从争冠集团中掉队 专榜奥斯卡 会继续为无类助攻上岗能保持状态 到赛季莫争冠九代八红到五场竞技红 沪尚德比不全恩怨2013赛季 刚刚声声揉抄的上岗 首次和申花相遇时 初登顶级临赛的无类就中了戴林的暗招 成为两队上演的上海德比 中手为软红的球员 而从2013赛季开始 到2016赛季的次循环 百家俊和王家杰的双生软红 两队之间的前九次交手出现了八张红牌 红牌出现的几率之高 让两队的每一次相遇都有故事可言 不过去年的四次交手 直到足鞋杯决赛次回合的50阶段 才出现了首张红牌 傅欢不幸成为去年唯一中招的球员 而本赛季的首次还交手 虽然两队各有三名球人知道黄牌 但没有红牌出现 从前九次交手的八红 到最近五次对垒的仅仅一张红牌 互相得比恩怨看似有所缓解 实际上随着去年身花夺的足鞋杯冠军 恩怨却不断加深 上岗去年的目标是夺的一个冠军头衔 亚冠和中朝连续折戟后 上岗将权 不希望都寄托在足鞋杯赛场 然而首回合起在红口零到一高负 此回合的最绝更是跌当起伏 莫雷罗送上乌龙大礼后 上岗三比二领先 总比跟三比三占平的情况下 一度看到反超的希望 但最终为能攻入翻盘 所需要的第四力进球 足鞋杯趋居亚军 让上岗去年三线遮挤 十人预备队主帅程耀东 的平均低更是罗维外界的笑谈 连续年间红 争护上一个延续不良传统 傅欢在去年足鞋杯决赛 此回合戴维士豪说过 被红牌罚效后 成为上岗和深花打响的上海得比 中第七名染红的球员 而且傅欢在去年两队此翻战中 最后时刻被罚下 让两队自2013赛季 一来年龄有球员见红传红得到延续 在赛季的手循环 两队都没有球员吃到红牌 如果这一次的交手能保持清白之身 上海得比史上最大的怪圈将被打破 当然 会不会出现红牌外界无法预料 但两队球迷的气氛 肯定会从赛前就点燃 顶级连赛史上从未降级的深花 一直以护上一哥的身份自具 但上岗从2015赛季强势绝起后 就压得深花无法喘息 上岗此前三个赛季 两次肚都联赛押军 而深花除了一次亿联赛第四名 的身份拿到亚冠席为完 与上岗在联赛中的战绩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亚冠赛场 上岗连续三个赛季进击淘汰赛 取得过一次八强和一次四强 让深花球迷当年在亚 逛赛场打出只有深花才能代表上海 得横幅看起来是那么可笑 不过去年的足节杯决赛 深花力压上岗夺冠 则让谁是护上一哥的悬念又起 虽然在中超 压挂的成绩都力压深花 但上岗缺少一座冠军奖杯来证明自己 没有冠军奖杯入掌 自诩 没护上一哥 又如何能让深花福气 让深花球迷先服口服 祖敬没商量 上岗要争冠先过深花 这一共零到一不抵大连 上岗自己出错 让球队目前的第三排名变得岌岌可危 回到主场面对深花 就是想摆脱输给大连的阴影 此前被国安淘汰出足邪杯 上岗很快在人和羽群界身上找回感觉 带走大连后 上岗能复在同城对手深花身上发泄郁闷 而深花界泄气回来后 紧取的一生三平一负的成绩 几分榜上与恒大和上岗都有七分的差距 拿不下上岗 争夺亚冠资格就基本是去希望 只有投上岗下水 深花才会有渺茫的杀进前次的希望 当然 保留一丝亚冠的悬念 让深花必须在上海德比中有所作为的关键 而一旦在八万人落败 深花则会第三次遭遇上岗的双杀 2015和2017赛季的猪超赛场 深花已经品尝过两次这样的滋味 而作为护上一哥 深花仅在上岗作为升班马的2013赛季 实现过对对手的双杀 不争满头争口气 尽管深花缺冰小将 战斗比大战实力只是胜负的因素之一 去年的足血杯决赛就 是最好的佐证 而且对于深花来说 能阻击上岗 让同州死敌在军冠集团中掉队 即便深花最后也没有拿到了亚冠资格 或许这个赛季也能向球迷有所交代 亚冠小组再出局 足血杯威脸之路早到折击 亚冠资格无望的情况下 遇上岗的上海德比 将成为本赛季深花最重要的一场对决 扎库尼相关推荐专访奥斯卡 会继续为五脸助攻上岗能保持状态 到赛季莫真冠上岗主帅 德比会坚持轮化感受压力 不应冠冠形式严峻深花主帅 有办法解决后腰缺冰烧奖 会汲取一方包冷经验 Feed and 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团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